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做八片 今天八的片是高分动画 心不生一家 爷爷在病危时候忏悔罪行 顶空当然是选择原谅 然而事情却意外反转 最后在悬崖边命悬一线的时刻 我们终于看清原谅的真谛 所谓原谅别人其实是放过自己 换完重点开始八片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顶空撞倒了路灯 目睹了一切的大叔威胁顶空 让他以五百块的价格把车贱卖给他 他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而且他会带这辆车去参加撞车大赛 顶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回到家的顶空 自豪宣布把车卖到了一个好去处 啥都别问了都在电视上呢 女医师们乡亲们 传说中的撞车大赛即将来到春田镇 想感受钢铁与汽油的艺术吗 想了解行车不规范的下场吗 带上笑容 带上祝福 领着孩子来看撞车大赛吧 带上老父亲和孩子 一家人整整齐齐去看撞车大赛 比赛的进展异常的快 顶空的小粉车很快杀出重围 赛场上直升下一个对手 欧巴马号 这是顶空人生最激动的时刻了 哎呀我心口疼 那是骄傲的感觉 我的胳膊麻了 那是骄傲的麻 阿渣我得上医院 顶空就这么错过了人生最自豪的时刻 医院里的情况也非常不乐观 医生表示他的老父亲要见他最后一面 人之将死 七言也善 爷爷准备向顶空忏悔一件他做过的错事 希望顶空无论如何也要原谅他 并且不能告诉任何人 顶空答应了 你不得了 好 我对不起你 我们尝试了什么我们都能够 最后一件事就完成了 爷爷活蹦乱跳竟然完全没毛病了 并且高呼多么美好的一天 不仅活了下来 他的儿子还原谅了他这辈子最恶劣的行为 爷爷回到家里开心的看电视 顶空站在一旁气得牙跟痒 这个糟老头子的信电图骗了我 我不仅原谅了他 还承诺不能说出来 好气哦 我事不与此人共处一室 我要去老毛子酒吧 我也去老毛子酒吧 那我不去了 我还是去吧 父子俩就这么在吧台两边对峙了一晚 家里人想了想这也不是个办法 决定送他们来一次亲情冒险 工作人员把他们关进了一间密室 只有合作解开十个谜题才能逃生 爷爷率先打破僵局 拿出一把大宝剑递给顶空 他认为把剑插进魔法门 应该会有个密道能打开 顶空觉得好有道理 立马展开行动 亲情大冒险疗法宣告失败 一家人把爷爷送回养老院 临别之际顶空终于憋不住要说出实情 揭露了他老父亲做过的惊天坏事 那是顶空小时候 头上毛发正浓 他慈爱的母亲非常喜欢给小顶空做美味大餐 每次做完之后还把食谱写下来 所有的食谱锁在一个盒子里 那个盒子是顶空最珍贵的财宝 后来顶空的妈妈离家出走 老父亲非常愤怒扔掉了那盒食谱 以及所有关于他的东西 还对顶空撒谎说 是妈妈离开的时候带走了那盒食谱 回忆结束 全家人齐齐向爷爷投来鄙夷的目光 爷爷孤身回到养老院 一家人回到饭桌上继续谴责爷爷 顶空很欣慰 一家人终于同仇敌开了 巴特提议大家前往养老院 再去当面Diss一下爷爷吧 说走咱就走 一家人立马赶到养老院 各自在心里准备了一百句凶人的话 打开房门却不见人影 床上留下了一封信 我最爱的家人们 我学到很重要的一件事 永远不要开诚不公 我决定去消除我过去的罪孽 原来爷爷跑去悬崖找食谱了 一家人赶紧去车追过去 爷爷把绳子捆在树桩上 义无反顾的下去了 顶空赶紧抓起绳子 将自己捆好后进水起后 好在两人自挂都难治 更奇妙的是 顶空看见了失散多年的食谱盒子 他努力伸手却无法触碰 爷爷决定助他一臂之力 缓缓放他下来 然而终究还是插了一截 爷爷拿出刀子决定成全顶空 顶空立刻叫停他爹 虽然你脾气不好 爱喝酒赌钱 但起码你一直陪着我 顶空兴奋地捡起盒子 打开一看却空空如也 何以解忧 唯有美食 好在山下刚刚有家餐厅 这里的苹果派好吃得不得了 顶空越吃越觉得 这是妈妈的手艺 味道一毛一样 赶紧询问老板娘 老板娘想起那是三十多年前的晚上 餐馆生意不佳 他在门外思考人生 就在此时一张张食谱从天而降 仿佛命运女神的馈赠 靠着这些食谱 他的生意才蒸蒸日上 顶空终于找到食谱的下落 老板娘物归原主 食谱背面赫然写着 记住我还是爱你的 但你爸爸是个贱人家混蛋 What you say 顶空说我心里写爸爸是个好人 谢谢你告诉我 不谢谢你信了 这集最精彩的时刻 大概就是悬崖上这一段 一边是伤害自己的人 一边是失去的美好 这二者的取舍其实就叫做原谅 而所谓的原谅就意味着放下痛苦 让有罪之人得以救赎 由此看来 原谅是一件令人利己的事情 但在现实中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我想关键还是在于对那个盒子的理解 盒子象征着一种失去的美好 很多人以为抓住了盒子 就等于找回了美好 可现实往往却是覆水难收 如果失去的美好能够收得回来 那这世上还有什么是难以原谅的 失去的美好不再是什么美好 而是一种痛苦 你越努力抱紧它 就越痛苦一分 但凡想通这一点 也自然能够释怀 原谅别人其实是放过自己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